林敏聰、甜柳和黃遠芝等等 這日出席賀歲片《魚主魚寶》的薩科演 林敏聰這次還是第一次做導演 不過明年的賀歲檔競爭都非常激烈 阿聰會不會覺得有壓力 這一首應該是星爺吧 他那麼厲害 我很佩服他 因為我拍了這次我第一次導演 突然就白頭髮都出來了 我現在理解他為什麼他滿頭都是白髮 甜柳姐已經很久沒有在香港露面了 大家都很掛念你 我已經將近快二十年沒有在香港拍戲了 然後很多人都以為我已經退休了 其實我沒有退休 我一直在工作 那麼只是騙子沒有來到香港 所以大家都以為我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希望我其實在這裡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這一輩子都不會退休的 直到有一天你們討厭我了 我才跟你們說再見 提到姐夫岳華早前病世 不知道姐姐點妮現在心情平復了嗎 應該會很好 應該會很好 我姐姐 新年我希望她會回來 因為她還在溫哥華 對 如果她回來的話 我希望她會喜歡去看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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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對 好 再見 我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